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别光顾着自己欢乐啊 咱们别光顾着自己欢乐啊 哎 还是吧 还是把那音量收得放轻一点 嘘 小声点 茶楼必定不是酒龙 感受到了吧 什么叫夫唱不随 你就会钻空子 大雄哥 你什么时候把这钻空子这个水瓶传授给我 让我好对付她 去 谁懂谁啊 我发现我们这也都是 第一次见面 怎么好像认识很长时间了 没错 你有这感觉吧 我感触特别深 来 我们今天以茶代酒啊 来共同庆祝我们这个 亲情大联欢 我有一提 大舅哥 林姐 晶晶和我 我们要在不久的将来 同时举办婚礼 我双手赞成 我反对 我还没那么早想结婚呢 林姐 你呢 我 咳嗽就吃药 自觉消灭疾病噪音 惊叹号 吃药了 但疗效不佳 决定去打针 句号 老板 弓心 咳嗽 老板 尔子 让你瘦 成功 肯定是 什么彻底的 你刚才是 健康派病呢 之后 把病症关系 国家的病症 什么时候啊 等我到了这一天再说 爸 看您说到哪儿去了 真的 你忙你的去 去干自己想干的事 等到了我这个岁数啊 可以自己控制的时间 就不多了 爸 我今天想去看小妹 她又很尝试见妹回家了 你有什么话要我转达的 告诉你小妹 让她悠着点 三妹 三妹 我是大姐 姐 你 怎么 我有什么不对吧 我是不是敲错门了 谁啊 姐 你怎么来了 快让开 想死你了 进来 快进来 你看我家里有多烤姐好玩的东西 这都什么事啊 刚才那位 你们刚才那个 真是那么紧张吗 她又不是个怪兽 她是个男人 男人 男人怎么了 这世界上一半都是男人 属于最不稀有动物了 你是个未婚女孩子 姐 你不会是老妈派来干涉我隐私的吧 你吓死我了 刚才那个 可不像是来做客的 她 没错 她就住在这儿 天哪 你 你别想歪了 姐 她住另外一个房间 这算怎么回事 姐 你没听过一姓合租吗 我把小屋租给那哥们儿了 客厅 厨房 我们共用 房租一人一半 她可以冲到我的免费私人保镖 有陌生的敲门什么的 都是她去开 她也不吃亏啊 每天出来进去都能见到 像我这样的美女 很养眼的 干吗那种眼神看我 你是老了还是从来就没年轻过 这么简单的自由生活 有什么值得大心小怪的 老姐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都快过去了 你还按照老妈规定的模式 去生活呢 看来我真的给你上一课 我今天来 我今天来 姐 有话你就通通快快说嘛 我今天来 除了借钱老妹实在没有 别的事我都可以帮忙 我认识一个人 一个想和我结婚的男人 一个老头 老头 你怎么会想到是老头 你怕什么 老夫少气多时尚啊 我跟你说 自从某名人开了个八十几 娶个二十几的好头 祖宋恋现在已经无限风光了 广大男士照这样一学 三十几岁的女人 找个五十几岁 不算太老的老头 就不错了 你要是这么想 那我不是赚了 他比我大一岁 那他知道你离了婚 带个孩子吗 知道 实际上 他是先认识珊珊 后认识我的 老二回来了 绕蛇鸟 就会给这个乱糟糟的 世界添走音的 没鬼点 没鬼点 老二 咱们顶着一脑门 官司回来了 没什么事吧 怎么没事啊 说吧 咱们家不兴报喜不报忧 没事 真的 彻底没事了 我们杂志社倒闭了 我失业了 从即日起啊 我就从社会回归家庭了 那这是你们报刊行业的 重新洗牌的结果 这是什么话说的呀 你们考古杂志也会倒闭呀 那 那我看电视天下收藏 那些古董可火呢 不懂别乱懂 火的是那古时候的物件 不是古时候的学问 有 您老可英明 对了 给 这个月的生活费 下个月呀 就不一定有了 拿回去拿回去 你爸爸跟你妈妈都有退休金 不缺这个 是啊 咱家不多你一双筷子 以前让你们爱月往家交钱 那是立规矩 小孩挣了钱 得往家里交 表示孝顺 其实啊 那些钱 你爸都给你们存着呢 多了 总之呢 我和于大华的关系啊 已经发展到这儿了 他让我跟家里人说 可是我不知道 怎么跟咱妈开口 你怕被老娘一票否决吧 如果否决了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当真爱她 跟她在一起啊 我很有安全感 仿佛 又找回了小姑娘的感觉 这种感觉 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 她当真爱你吗 我觉得是吧 她也是被婚姻伤害过 我们在一起啊 心灵的很近 姐 我发现你骨子里 还残留着那些 花季少女的傻浪漫 这恐怕会影响你 做出正确的判断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你和张成结婚 不也是因为 所谓的安全感 你别提她了 作为你的老妹 我必须提醒你 你可一定要接受 以前的教训 千万别再上当受骗 看错人了 女人的好光景 本来就没有几年 你不能再被男人骗 第二次了 可我相信 余段华对我是真诚的 你确定 我确定 好 就算是这样 难道仅仅因为她爱你 你就爱她 错 关键得看这个男人 值不值得你付出感情 要不这样吧 我先替你考察一下 这个余大华再说 怎么样 行了 什么都甭说了 不就是工作没了吗 又不是你自个儿 调皮捣蛋让人给开了 杂志社倒闭呢 她是树倒不孙散 怨不得你 你呢就踏了实实 在家里给我好好的待着 休整休整 等将来机会来了 再卷土重来 田青啊 这事儿 你告诉不告诉你媳妇啊 这你管得推多了吧 她媳妇在国外呢 她自个儿想说就说 她不想说就不想说 瞎操什么心呢 幸亏没孩子呀 没有后顾之忧 又胡扯了吧 我说的是事实啊 您看现在 在失业带来的 惊喜压力之下 我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 我怎么扛都能扛得住 你说万一我要再 扛一个小脑袋 我还真不一定能扛得起来呢 你这话不成心气我吗 你 我怎么气您了呀 我这就是说庆庆没有后顾之忧 天青 你别提这个茬了 可是你没孩子还有理了 我明告诉你吧 韩家的孙子由爷爷出钱养 可我的孙子呢 我的孙子呢 不是 您您您说 您您说的荒诞您这呀 您说什么 哎呀 天青 别气你爸了 快进屋去吧啊 来 都在呢啊 笑笑笑 嬉皮笑脸的 男爷们笑得跟朵花一样 吃了蜜蜂屎了 这不是有好消息吗 您这未来的三儿媳妇啊 马上就要来拜见公婆了 是吧 感情好 日子定了没啊 定了啊 就这里边天啊 好 太好了 这可是咱们家 今年最好的消息了 到时候全家出来欢迎 这扔你脖子就算了啊 通知老大两口子 赶快欢迎家庭新成员 一个都不能少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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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好 大华 看来你这几年过得不错 都开上车了 他到底还是不甘寂寞 什么叫贵人出门准下雨啊 看来咱俩都是 不下雨了 是刚才不还下了 不成心吗这不是 怎么样 领导 有什么好安排 有人想见见你 张姑娘 还没到那个地步 是我的小妹妹想认识你 说是要跟你聊聊 也许啊 她会提出难缠的问题 没关系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我太愿意了 我哼得一口气啊 把你们家里每个人我都认识遍了 也很乐意接受你小妹的审查 不是那个意思 是那意思也没关系 她是我最小的妹妹 可以说啊 是我们家的一个另类 她从小和我父亲特别好 跟我母亲却总是格格不入的 为了彻底摆脱我母亲对她的约束 她一工作就离家出走了 在外面租房子 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哦 如此看来 你小妹还是很叛逆的 可能我的反骨啊 都长在她的身上了 总之呢 我这小妹妹啊 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偶尔回趟家 回来也只是看我的父亲 和我母亲简直就不能对话 说不到三句话 她们俩就会爆发一场论战 然后我的小妹妹啊 拴门就走了 这一走 可能又是 哥把月不见踪影了 哦 也别说 你小妹这性格 我还是蛮欣赏的 有个性 是不是已经人来了 啊 没关系 你放心好了 姐 小妹 等久了吧 没有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妹妹 林毅 这是余大华 你好 林毅 余大华 你好 来 我们坐下聊 姐 你先回避一下吧 我想和这位先生 简单地沟通一下 那要不就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跟你小妹 会谈得很好的 好吧 你们聊 你好 这个女人 一点都不信的 这个女人 我看她根本就没有本事 看重男人 是 据说你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是啊 维持了不到两年 是她提出来分手 就这么结束了 原因呢 原因嘛 也是她找到了新的幸福 就直接老荡地 把我给抛弃了 抛弃 一般男同胞都不愿把抛弃 这两个字拥在自己身上 这似乎很没有面子 这似乎很没有面子 我倒觉得没什么 自嘲也是一种境界 你说一个大男人 事事都斤斤计较 还不早就把自己给憋死了 叔叔看 你喜欢我姐什么 挺多方面的 老大 你们女同胞共性的方面呢 我就不单利了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我跟你姐吧 特别地合适 你对我姐了解有多少 如果用花来做比方 你觉得我姐像什么花 玫瑰 有刺儿 海棠 无香啊 那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不愿意回答这问题吗 人不是说了吗 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 是聪明的 从第二个开始 傻瓜蛋 所以呢我不想做第N个傻瓜 如果小妹非让我 把你姐姐比喻为 我宁可把她比喻为 青花瓷瓶 青花瓷瓶 对呀 显得那么地幽静典雅 带有一丝东方古典的神韵 本看那青花瓷瓶 是经过高温大火炙出来的 可她吧 不带一丝烟火气 而且这青花瓷瓶 一碎 脆弱 所以让人感觉她吧 总有一种 怜悯之情 怜惜啊 你就是用这些话 把我姐骗到手了吧 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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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吓着你吧 我不想见到你 芒芒芒芒芒 你听我给你说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珊珊的父亲的 我们俩曾经有过 那么一段美好的日子 你把一个女人 最好的那几年 不都给了我了吗 你到底要干什么 芒芒芒芒 你别这样大夫小家的 你也是个标准的叔女啊 芒芒 你听我给你说 我们俩 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好好谈着呢 你给我一个机会 好吗 好 那 那坐吧 坐下来 还是先来杯热的 咖啡 对 巧克力 热巧克力怎么样 好 二哥 二哥 睡了 这什么点睡得不当不正的 快快快起来 二哥 我再也不用研究他了 等我死了之后啊 就把他盖到我的脸上 怎么着啊 二哥 你要为这殉情啊 老三 你说一个留守男人 又失业在家 这叫什么 我琢磨了半天 这是一个新鲜的物种 还没有人给它起名字 二哥 行了 你不用安慰我 我自己会调节 要不然 这么多年的书 岂不白念了 我没想安慰你 怎么了 爱家待着有什么坏处啊 是不是 不是 你看那李安 人家在家待了好几年 一重出江湖之后 人成金牌大导演了 我说你有事没事啊 你拿当今的这些英豪 你来刺激我 是不是 不是 我这心里不爽 二哥 你看你别挫火 我这回来找你啊 主要就是想拜托你一件事 这周末 我女朋友 亲自登门拜访 到时候你帮我多提提气啊 二哥 你看看你 你是咱们家最有学问的人 到时候你跟他多喷几句 争取把他给喷蒙了不可 老三啊 老三啊 没想到你也沦落到这一步 二哥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惨兮兮的呀 老三 我本不想扫你的心 可是有一句话 我又不得不说 那你说吧 我听着呢 好 你爱的 娶的 一起过日子的她 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这谁不知道啊 女朋友可以很多 但结婚登记的人只有一个 我说的是同一个人 在你谈恋爱到结婚 她都是她 等你结了 婚了 她 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她变成什么样子 没有办法控制 这 就是男人最大的悲哀 二哥 你是不是又打国际长途 跟我二嫂吵架了 你说大华这个人怎么样 不错啊 你给她打多少分 六十分 六十分 可怜 才将将及格 六十分可不少啊 我以前见过好几个男朋友 最高的也就给过三十分吧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认可她了 对啊 我觉得大华完全能够给你带来一种 全新的生活 不错 她挺厉害的 三言两语就能给人洗脑 厉害 是啊 她骨子里是个很幽默的人 但是不一定能和老妈的一样 所以最好私情准备 你说咱妈会质疑还是干脆反对 你管她呢 姐 你都多大了 干嘛什么事得咱妈做决定 你就放心找自己的路 不用什么事 就给咱妈决定 他去 老爸 想死我了 别怕我这儿伞 我给人儿去 真舒服 我这规律没白疼啊 这要算什么呀 爸 你等着 等我攒够一笔钱 再不就找我有钱人 把自己降 反正当我有了大房子 就把您接出来和我一起住 让您彻底脱离这个苦海 这次回来 没跟你妈买点东西 联络一下感情 我才不呢 她又不喜欢我 何必去讨好她 资账没趣 爸 你怎么了 您看您 长期受我妈压迫 习过人用饭了吧 没事 这是气管炎 不是气管炎 跟受压迫没关系 您甭解释了 我全明白 看来 要想拯救您 还得是找个主大房子 有钱人把自己加了 开玩笑 可不能当真哦 我真是这样想的 我现在已经独立了 我一定要为我最最亲爱的老爸 做些什么 好闺女 老爸谢谢您 跟老爸要求不高 就要你今天跟你妈妈和平共处 高高兴兴地来 高高兴兴地走 能做到吗 好吧 看您的面子 我尽量做到吧 黎宁记起 撒扫停除 前院后院 鸡脚嘎蜡 粉汁的烂骨子通通翻出来 妈 咱家就是 天亮女朋友要来 你爸一高兴啊 只会大扫除呢 一高兴让大扫除啊 吓得一跳 上回我爸一不高兴也让大扫除 清百姓苦 王百姓苦啊 大嫂 我大哥呢 谁知道了 我们俩不是一路 秋发 回来得正好 把你们两口的那行宫归着归着 爸 瞧您说的 我们那歇脚工 哪敢叫行宫啊 今儿啊老爷子是高兴 哥平时啊 非叫你那是猪窝不可 去你 快赶紧的 老三的对象投一回登门 咱们家要让人眼前一亮 得住的人有光 萌萌 你有什么话 直接说吧 妈 爸 有件事 我很难开口 但我必须告诉你们 二姐 难得家里这么团圆吗 来 坐妈这儿 妹妹 来 珊珊呢 在房间里做功课呢 大姐有事要跟爸妈说 那个小精灵啊 不能让她在场 Oke 梅未啊 你要是不舒服 你就去躺着去 妈 我很好 如果不需要我回避的话 我愿意和家人赞一会儿 那好 这个家对你没有秘密 萌萌 你接着说 妈 我认识一个人 我们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 相互印象都挺好的 你是在公布你的恋情吗 是 继续啊 他叫于大华 大学本科 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售楼处的项目经理 他家在外地 结过一次婚 没有子女 离婚的原因是 女方出轨 这天乐的婚事 现在是咱们韩家的 头等大事 那是百年大计呀 你要是人家姑娘 第一次登门 咱们全家都得实心实意地 表示万盈 是吧 天福呢 天福 天福 人呢 我刚才打了几个电话 没人接 人呢 要不我再打一个 赶快问问他 磨蹭什么呢 赶紧的 这事还不回来 爸 你接 喂 天福 怎么回事 这怎么改一女的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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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是电子提示音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朵大哥有女秘书了呢 不不不不 他这不在服务区什么意思 不在服务区怎么了 他 他怎么 难不成他出国了 我又没出过国 您别问我呀 对呀 我二哥也就是一出国人家属 天福 你少说两句 邱芳 爸 您吩咐 天福她是你丈夫嘛 她人哪儿去了 你得知道嘛 就好像那部电影说的啊 一个男人 就好像是风筝一样 不管他飞得再远 再高 那线必须得 攥在女人手上 是吧 爸 天福哪儿是风筝啊 他是无限的直升飞机 遥控器也得在你手上啊 那我也见得着 描空器的 妈 您表个态 这个人就这么闯定了 你的生活 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妈 也许这就是缘分 他建议勇为救了珊珊 还帮忙料理了 很多棘手的事 我不管他怎么来的 一个外地人 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成长背景 你考虑到文化差异没有啊 妈 他在北京已经奋斗了七八年 根本感觉不出他是个外地人 别跟我提感觉 你的感觉已经失误一次了 你要有理性 做母亲的当然希望女儿能幸福啊 但是女儿的责任远眼大于希望 可我有责任提醒你啊 你感情空白的时间太久了 你不要把普通的蘑菇 当成灵芝 可不至极呀 妈 要不哪天我带大花过来 您当面跟她谈谈 我看没什么必要 综合以上分析 这个人没什么可取之处 他有两个缺陷 一 我不认为房地产的业务经理 有什么技术含金量 这很容易被淘汰的 二 一个离了婚的男人 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女方 我觉得这个男人不太善良 妈 他要是真是这样呢 你怎么知道啊 你是不是听余大华的一面之词啊 萌吗 你怎么这么容易轻信啊 这个弱点已经害过你一次了 爸 您以为呢 萌萌 我相信你 这次你不会看错人 不休误等啊 你说吧 还要什么补充的 妈 他很幽默 幽默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所谓的幽默 只不过是对无聊的恶搞和颠覆 妈 今天 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话还没说完 萌萌 赶紧离开这个男人 赶紧离开他 妈 您不能这样 你也太过分了 林逸 你在跟谁说话 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 你也太过分了吧 好不容易有人欣赏我大姐 就这么让你一棍子打死了 放肆 你大姐太善良了 我在保护她 可这是我大姐要找男朋友 她喜欢什么人 她自己最清楚了 你为什么总是 别嘴 这样的外力你也说得出来呀 你干什么呀 一回家你煽风点火的 你唯恐天下不落你 你要这么说 以后还不回来了呢 我没请你回来呀 走啊 我走 这个家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你走 走 没眼留你 别回来了 还有什么不负责任的人 想说不负责任的话吗 我该吃药去了 果然不负责任 姐 跟我来 没你们哥俩的事了啊 各干各的去 二哥 你说我大嫂 是不是给我大哥上演药的呀 兄弟 这就是老婆的功能之一呀 前车之鉴啊 我怎么听你这话这么别扭啊 眼看我这桃花运就要结果了 你怎么劳劳我身上泼凉水啊你 在这儿往前面看我 不会连你了 躺在这儿 说说吧 又不在服务区 他怎么了 他离开地球了 别发火 好好说 难不成 是不是他那装修公司 经营不善 这糊涂蛋 债主上门逼债了 胆又小 他吓得撒丫子躲起来了 他胆不小 眼下他们公司又挺火的 把不是那个原因 不是这原因 又不是那个原因 到底什么原因哪 你说呀 他是你丈夫呀 他上哪儿去了 怎么着 你也得有个说辞啊 爸 你 妈 看这意思是受委屈了 秋风啊 你有啥委屈就说出来 都是我不好 老三对象要来 这是个大喜事 咱爸男的这么高兴 要把大家着急起来说说 可天福到现在 连个影都不见 我又不能替二老分忧 这事儿啊 这事儿啊 大家都没怪你 你看 这会儿你爸不是关心你吗 我就纳闷了 他是你丈夫 他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一问三不知啊 天福是我丈夫不假 可我听别人说 丈夫 丈夫 一仗之内是自己的福 我又再远就说不好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爸自从下纲以后 一直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想到天福公司帮忙 可他那儿又不需要我 最近有些日子了 可能是天福的业务太忙 经常是特别晚回家 有的时候 干脆第二天早上见了 莉莉 到家了吗 哥哥这不是关心你吗 本来应该给你送到家门口的 可架不住我们家老爷子 十二老金牌一个劲催呀 什么 不知道十二道金牌的典误 真没文化 以后你把那苗梅画的时间 腾住点来 多看点书 别生气 别生气 哥 逗你玩的 你看 好好好 听见了吗 没听见 听见了吗 行嘞 别生气啊 我快到家了 晚安 拜拜 这一色断牌 行了 秋房 什么都别说了 我明白 全明白了 天福这臭小子 气死我了他 其实呀这 秋房他也没说啥呀 你还要人家儿媳妇说什么呀 你怎么不自个儿琢磨琢磨呢 你非要人家把话说全了 把咱们二老七晕过去啊 这么点小窝都绕不过来 你脑袋让大街门给挤了 爸 是我不好 是我不对 你没什么不对 你很好 你是好孩子 拿不住天赋 我明白 今儿我就表个态啊 你们夫妻俩的事 我一定主持公道 我向着礼 我不向着亲 他寒天福要是赶在外头 沾花惹草 我打折他的嘴 哎呦 啊 绿色棒排 まんicus 别煮酒 为难出现这首 接着盾牌 看我怎么收拾他 谁又把老阎王爷惹着了 爸 爸 我回来了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说你别以为 你当上什么狗屁经理了 你亲爹就不敢管你喽 我照样能把你抽到满地找牙 你信不 算是不是有人生气了 回头我替你管他 你放心 你放屁 没事你坐 你坐坐坐坐 你啊 先管管你自己 你给我竖起那驴耳朵听着 我还没死呢 你要敢在外头 走什么歪门邪道 搞那些腐败堕落的事 我告诉你 我偷一个清理门户 我大义灭清能灭了你 看你 我爱你 和你拍拖 新的诗篇 新的经历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新的诗篇 新的情谊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 玫瑰 纸儿戏 玫瑰 玫瑰 金儿瑞 今朝风雨来摧毁 尚了能知何娇蕊 玫瑰 玫瑰 情意中 玫瑰 玫瑰 情意中 春夏开在荆棋里 玫瑰 玫瑰 我爱你 新的诗篇 新的情谊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新的诗篇 新的情谊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新的情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